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月21日报道,美国乌克兰问题特别代表罗尔克表示,乌克兰并不符合加入北约的条件,北约也没打算接纳乌克兰。 美国代表的这段话,就像是寒冬腊月的一盆冰水,把波罗申克这流浇的透心凉,一直妄想加入北约,协洋自重的乌克兰清晰方法,应该好好反省。 从2014年以来,乌克兰为什么会丢失克里米亚,为什么会在与俄罗斯的对抗中不断施血? 无论波罗申克如何挑衅,如何办惨,美国和北约都不会冒险站出来,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。 乌克兰加入北约的,会给其他成员国带来巨大的风险。 北约是一个冷战时期,成立的,以集体防卫权为核心的军事防卫组织。 所谓集体防卫权,就是指北约任何一个成员国交受敌国攻击时,北约其他国家都要参战,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 乌克兰政府正式看中了集体防卫权,希望通过加入北约,将与俄罗斯的争端,转换成为俄罗斯与北约的争端。 如果乌克兰与俄罗斯没有爆发克里米亚危机,即便乌克兰局势紧张,北约有可能会挺而走险西纳乌克兰,逼退俄罗斯。 但是现在的乌克兰与俄罗斯处于事实上的占定状态,如果北约信纳乌克兰就意味着,要与俄罗斯正面交锋,与一个拥有七千枚核弹头的核大国处于占定状态。 对于北约各成员国而言都是极大的风险,相信绝大多数委员成员国,都不会干这种傻事。 更何况,在北约章程中有凝确规定,不允许接纳有领土争端的国家成为成员国,就是为了防止乌克兰这种,把本国利益冲突,强行转换为委员集体防御风险的行为。 在欧盟各国自顾不暇,美国盛行国力主义的今天,波罗申科等人指望北约接纳乌克兰,与俄罗斯进行直接对抗,无一于吃人说梦。 如何与俄罗斯相处,考见乌克兰领导人的智慧,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,乌克兰失去了克里米亚,东部的对巴斯地区,现在也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。 国土沦丧,对于任何一个乌克兰领导人,这些都是巨大的屈辱。 但是现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,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,把王印上钩,一定要通过武力解决与俄罗斯的领土争端,只会让乌克兰受到更大的伤害。 2019年上半年,乌克兰将举行新一届的总统大选,无论是谁当选乌克兰总统,与俄罗斯的关系问题,都将是他,他面临的最大考验。 与俄罗斯和解的程度不同,将是乌克兰接下来面临不同的三种状态。 第一种,与俄罗斯全面和解,重新回到俄罗斯的阵营中。 乌克兰虽不可能要回克里米亚,但是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局势,会得到极大程度的缓解。 只要新任乌克兰领导人,能够全面倒向俄罗斯,俄罗斯也就不会再要求顿巴斯维持某种高度的自治状态。 第二种,与俄罗斯局部和解,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,保持中立的状态。 对于乌克兰的这种调整,俄罗斯当然也会非常欢迎。 但是既然乌克兰有所保留,俄罗斯也会有所保留,乌克兰不反而不回克里米亚,连顿巴斯地区乌克兰中央政府,也不可能实现有效统治。 乌克兰保持某种中立状态,可以稳定国内形势,招紧发展经济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,乌克兰也会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思考,做出新的调整。 第三种,延续波罗申格的政策,继续与俄罗斯进行对抗。 与俄罗斯进行应对抗的结果,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,如果乌克兰继续延续这种无脑冲锋,只会遭遇更大的伤害。 不仅是现在乌克兰东部的三个州,西部的奥德萨等俄罗斯族聚居区,也有可能出现新的动爆。 乌克兰领导人,必须做好反射一半左右领土的风险。 总的来看,乌克兰国内少数千和百在2014年的军斗中已经确定失势,2019年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,自然也不会出现与俄罗斯全面和解的情况。 与俄罗斯继续应对抗,只会让乌克兰遭遇更大的损失和屈辱,北约国家的反应,也会促使乌克兰民众,做出更加理性的选择。 2019年乌克兰总统大选,如今陌生科这样,想对重力的候选人上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 你认为乌克兰2019年会选择哪一条道路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